大家好 歡迎來到EQAQUA的頻道 今天的主題是工具與練習 是這個系列的第四集 是想和大家說運色技巧的 現在先來重溫之前有幾集的內容 這就是工具與練習一的色階練習 這主要是做一種顏色的色階練習 即是單色的練習 主要就是要透過控制力度輕重 而調節到顏色的淺色和深色 這就是工具與練習二的另一個色階練習 畫這個海德世界的主題 大部份都是紫紫藍藍的顏色 所以這個色階練習是雙色的練習 之前的是單色 這是雙色 主要是用粉紅色混紫色 紫色混藍色 試試兩種不同的顏色一起混合一些顏色 來到這個工具與練習三 這就是第三個的色階練習 其實都是雙色兩種顏色 黃昏的顏色都是橙黃色為主 所以這個練習都是用黃混橙 橙混紅 黃混紅等效果 我們可以透過之前的練習 去學會如何控制力度的輕重 我們就可以調節到顏色的深淺色 而我們今次將會學到的 就是混合五層以上的顏色 今次的練習會更加有趣味 不用再像上次一樣 填一些顏色的方格 而今次我們只需要畫一塊樹葉 但在樹葉上混合一層又一層不同的顏色 而今次我會選了五款不同顏色的樹葉 而做這個練習 可以我們混合至至少五層顏色以上 這裏就是我們今次需要用的顏色 我們首先做這個就是黃調綠色的樹葉 即是說這個樹葉的綠色偏向黃一點 只需要兩層的顏色 做了一層黃色 然後再做另一層綠色 就成為這個效果 這個就是我們第一步 第一層的Layer 第二步我們會再用另外一個 再深一點的黃色 和比起剛才那個再深一點的綠色 來做多一層的 深一點的綠色 就可以加在陰影的位置 我們畫木顏色 最主要第一件事 我們就是要記得留白 因為白色的部分 我們是不畫 不畫到最後剩下白色位置 就是最光的部分 這裏就是剛才用的四種顏色 兩個黃 兩個綠 第二款樹葉 我就拿了一個比起剛才 再深一點的綠色 來做 也就是這隻綠色 其實已經是我用的第三隻綠色 如果你們都覺得不夠深 我們是可以不需要加黑色的 我們可以用藍色 第三款樹葉 這個就看到已經是枯黃了的樹葉 等一下會加紅色 可以做到有點啡啡黃黃的效果 現在是加紅色 紅色混在綠色上 其實會變成啡色 好 現在來到第四番薯葉了 我這次會加了啡色 在原本的綠色上面 還有會再加紫色上去 到最後了 這種樹葉 是今天五種樹葉裡面 最深色的一種 這個綠色是好深好深好深的綠色 而我呢 都用了我最深的綠色去畫這個樹葉 這隻綠色就不是學生用顏色 這隻綠色是Artist Color 是Artist Color裡面才有這麼深色的綠色 其實畫家喜歡用顏色 雖然價錢比較貴 但你也會看得到質量是比較不同的 我們可以試一下再加一些橙色 在綠色上面 看看效果有什麼不同 因為有時候我們要畫一些枯葉的時候 或者是畫一些秋天的感覺的時候 都可以用橙色加上綠色 這個邊邊我加了一些紫色 紫色上面我加了一個桃黃色 現在一直在示範用的顏色 都是書局買的普通顏色 就選擇一些錯誤者用 所以你看到質量 就是它一邊畫的時候 會脫很多粉出來 在Artistana畫的時候 是不會脫很多粉的 你可以看看效果 中間圈著的綠色 是Artist Color 可以加一個勁尾 就選擇它吧 現在一直畫的時候 都看到是沒有粉出來的 但也可以大家看到 其實Artist Color 和你普通學生用的顏色 有什麼分別呢 現在來到 學生的顏色中 我最深 我真的拿了黑色出來用 現在用的 各位黑色 做一些邊位 大家看到 畫完之後 和圖片上的綠色 其實都差不多 經過今次這個練習 大家都可以學到 怎樣可以用毛顏色 來混合顏色 以及怎樣可以用 這麼多隻不同顏色 混合自己想要的顏色 想收看我影片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旁邊的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最新的影片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讚好 和分享出去 如果有任何想法 都歡迎留言給我和我交流一下 好了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